我們一起成功 大家好我叫我邱沛恩 我最後在天橋狂奔 這部戲已面演的角色是夏天 因為我就不覺得自己一定要 有一個很固定的形象 角色會找上我就是我們有緣分 所以既然他來了 然後我也對他感興趣 我們就來吧 他就是一個怪卡 然後活在自己世界裡面 可是他最後會因為 就是一些他自己心裡的 就是那個安全網 可能被駁開了被推開了 這樣他就開始有了一些變化 其實夏天他一直 有在做細微的情緒的切換 很細微 因為他是一個很內斂的傢伙 看螢幕的時候 你會注意自己的眼神 跟你的情緒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也會自己看著鏡子 那個眼神到底應該要飄向哪裡 真的拿到片場裡來演的時候 又會不太一樣 有跟導演討論過 所以他又會有一個 更好的一個效果 當他們就是提出了 要畫畫的要求之後 我就開始去想 那個畫畫的那個動作是什麼 他有時候是 你怎麼樣 就是去把那個抽象的東西 你要透過你的運動 你的肌肉運動 或者是 你要怎麼樣去觀看 然後那個顏色等等 他有時候是一個蠻抽象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困難就是在於 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是演員這件事情 剛開始第一天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點忐忑的 我覺得我好像有越來越像 夏天這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我室友聊天 然後說你現在很夏天耶 我很喜歡的一場戲是 就是我在難難自語 然後講一些就是 很莫名其妙的東西的那場戲 我昨天在窗外 看到幾隻蝴蝶 他們一會飛行 一會停在職業上 就是我覺得那場戲 它有個魔力 就是那個魔力是 我開始講一大串 莫名其妙的東西的時候 整個空間是安靜的 但是其實現實的狀況是 那裡面都是人 就好像他們隱形的 我覺得那個病房裡面只剩下我 我覺得它是一部哀傷的劇啦 雖然它最後其實是有一個奔向自由的 我覺得那有點像是導演的一個 很溫柔的地方 就是他覺得他們會變好 但他前面花了一些篇幅去處理哀傷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那個哀傷其實就是會觸及到人的心